炎盾的話我基本上會推薦在第四件出 可是因為對方有派牙 所以基本上這場我也不太會傾向於出炎盾啦 我在前面就直接把他們轉爆 歡迎大家好我是歪牙 今天帶來傳說之間的實戰 那這場的話我是42名 然後我的隊友這邊都沒有掛名次 代表對面有可能有掛名次的 所以這場打的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在看這一部實戰之前呢 記得幫我頻道按一下訂閱 這一局的話是對方先選了夜叉 所以我們直接套出了美娜 美娜打夜叉的話呢大家應該都知道 然後這場帶的是爆裂術甲 全出防禦裝就打得贏了 正常來講的話呢應該是會先上一個護衛軍戰盾啦 雖然護衛軍戰盾有被NRF掉但是我還是會出 然後再來就出一個仙靈吊墜 先降個10%CD 後面的話呢你可以選擇上個聖騎戰盾 讓你的CD更縮短 或者是你要上炎魔戰甲 增加你的清線的能力也可以 那或者是你要上衝鋒戰甲 炎盾的話我基本上會推薦在第四件出 可是因為對方有派牙 所以基本上這場我也不太會傾向於出炎盾啦 我在前面就直接把他們轉爆 那一開始清完兵線之後呢 如果夜叉跟你印A的話你就跟他A 清完第一波兵線我就直接過來這邊 騷擾他們家的野區嘛 哎呀可惜 哎唷 哇這女超很勾欸 他死定了 賺了一顆手殺 殺掉那方中路之後我們就往上靠 然後那個夜叉也蠻會的 他就先拉了一下舒哈 降低我們的效率 這裡勾一個 控一下 有問題 繼續扛傷 開了一個恢復轉 走過去再轉 跟到距離 主要是我們的一技能距離 一技能距離 一技能距離有中的話再轉 然後打夜叉的話呢 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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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叉會有什麼 二技能減傷 你的這個一技能被動疊滿的時候呢 要在什麼時候施放 在夜叉的減傷結束之後施放 夜叉一開始的CD量其實是不夠高的 所以你不會有 那種情況就是他一直有減傷的狀態 我這裡先反了一個小野 因為我想說那個女超人應該是扛不住吧 我們家的人也有人 所以他這個 死掉我是有點尷尬有點抱歉啊 哈哈 然後我 打雙之天我是打的比較自私啊 說實在的 這邊我不會去想說隊友怎麼了 我就一直靠隊友 沒有 沒有這回事 我會顧好我自己的狀態 顧好我自己的禁忌 但我剛剛那邊 我想說他應該是可以拉得掉 所以我就沒有先選的過去 那就是平常抱歉了 不過這樣子我等於是 偷了對方的一隻小野怪 對方的打野也是少了一隻 然後呢 我們的女超死掉了 但是呢 我直接把這個雙buff給收回來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哈哈 現在戰績202 走到中路去 對方兩個人不要假笑喔 這個時候不要假笑喔 你有想說你自己是無敵的 戰鬥陀螺 你衝進去你死定了 那個夜叉如果關下去的話 刀鋒是有可能把你打死的 刀鋒現在的傷害量其實很高 他只要在前期先上了一個紅刀 基本上他二連刷下去 是很痛的 有時候可能夜叉的二技能開完之後 也扛不太住刀鋒的二連刷 所以要注意 等一下這邊兩個人 注意 不要衝動 這邊就貴一點 除非你的隊友往上面靠了 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就乖乖的後手清兵就好了 輸他8秒鐘快出了 我們先往中路靠一波 OK過來勾一個 空到4隻 漂亮 勾3隻空4隻 然後繼續追著這個刀墨寶貝 再轉 來吃 吃和流 不對 他是女人 躺一下他出來 還是很開心 勾得好 肯定的啊 再勾一個 轉 吸了一口血 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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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漂亮 跟著跟著跟著 再轉 哎呀 他一技能護盾擋掉了 不行 吃這個舒嬅的時候要小心喔 盡量把那個強化被動留在最後一下 不然那個夜叉如果從這個草紋走出來的話 也會很氣啊 喔夜叉來了夜叉來了 欸他先清了兵欸 幫我們回一口血 再轉 被動 再回一口血 好強啊沒辦法 夜叉不見喔 這個隊友要自己注意 基本上這個情況夜叉不見是一定知道的 你頂多可以幫忙輔助按一下敵人消失啊 但是正常來說是 隊友自己要看 給我一個 敲 敲 繼續敲他 轉 繼續圍追他 繼續圍追他 他這個半血了喔 如果刀鋒來的話我們是可以打的 完全不用怕他 有了他這邊要減傷 減傷沒了直接轉 OK殺掉 剛剛有看到嗎 他那個二技能減傷他上面不是有一個條 你只要那個黃條快結束的時候呢 你再轉他 這樣就對了 如果你在他黃條還在的時候就轉 你不要看到技能就暗喔 我跟你講 美娜打夜叉 夜叉是可以幹爆美娜的 只要你不會玩的話 你隨時會被幹爆 之前玩夜叉有跟大家講過吧 打美娜的話呢 就是要直接上那個龍骨劍啊 用那個小精靈直接丟丟丟 把他丟死 然後後面再上那個狙魂刀 但是取決在於有裝備的情況下 基本上還是難打的 打單線的話還是難打的 我們走過去想要誘惑看他會不會關我 結果他沒關我 那如果關我的話那個炮車會繼續射他 冰線清完了 我們有先手一波冰線的機會 我們有瞬移我們有大招 我們直接走到中路來看情況 這邊 好了也不用了 欸有機會 瞬移控 轉 哎呀空空 哈哈哈哈 好爛 其實他們都沒有做換線欸 他們應該讓亥雅來打我 然後讓夜叉去抗緊 應該是會比較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不換線啊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分數比較高的戰局的話 會換線 因為你換線你一定是很好打的 但這場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這樣子從頭到尾對了一個夜叉欸 我就這樣子準備要贏下這一場欸 我覺得很開心欸 好啊 注意看小地圖 冰線清完 差不多剛剛那邊打了一波 後期帶線的話要小心 美娜打夜叉的話 最難打的是在中後期的時候 中後期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好自己隊員的動向 在你的隊友在旁邊的時候呢 你再往前 如果你一直單純的想要去帶線的話 很容易你可能會不小心被綁了一個 然後對方的人就直接無親的爆打你 你就會直接不見了 我們又要先把兵線給清掉 刀鋒在上路 加入兵線要準備壓過去了 勾一個 大絕 直接蒸發 他直接不見了 跟著井給他一點壓力 欸他關了 沒關係 我們貼上去 勾一個 欸靠腰他這個瞬移有點尷尬 我幫他勾了說 然後他也 他也瞬移 呵呵 我剛剛幫他勾離開 因為他被關的嘛 我剛剛被幫他勾離開 然後結果他 他也是想說 要閃一個 哎呀靠腰 死了 喔這個大絕 點上去 勾一個 哇喔 這女超很有欸 他好會勾喔 那我這邊的話是上了 炎魔戰甲 我想說 兵線再快一點 不然我可能帶線的時候 我也來不及過去做支援 所以我這邊是上個炎甲 好 撤完凱撒之後 我們就要積極的去找對方的夜叉 因為井如果對到夜叉的話 他也是不好帶線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一直的去幫忙 邊線上處理 這邊對方兩個人嘛 我們直接過去白目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家的人要準備推塔啦 他如果再繼續跟我玩的話 他會來不及回去守家裡 那我們就開始奔跑 你看 刀鋒真的很痛 他這邊應該是有上到天蟲了 所以真的很痛 狗一個 OK 應該是GG了 啪 4 嗯 結束 對到的是一個不會換線的夜叉 很開心 但是細節的話就是在於 支援的速度 還有對方二技能開完的瞬間 你一定要用你的強化變動 那這樣我分享給你們 如果覺得還不錯的話 記得幫忙按下喜歡 下部影片見了 掰掰